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分享的题目叫活出精彩的人生 那在2018年的时候呢 有一份杂志特别调查 就是说调查人 多少人愿意活到100岁 结果呢80%的人都不愿意活到100岁 那为什么呢 他们觉得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健康觉得到时候 那个健康状况不是很好 健康不佳了 万一这样自己也受罪 对孩子也是个拖累 他们是这么想的 那有的人就觉得我金钱可能不是很好 有的时候我的朋友啊亲人都去世了 我一个人还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那结果这样调查结束 这么多的人 他们都不愿意活到100岁 但是我们常常祝福别人的时候 祝你福入东海 寿比南山 长命百岁 但是其实回头真的去看的时候 如果让你活到100岁 你真的愿意吗 我现在问大家 仔细想想真的是不愿意 是不是 80%的人是不愿意 但是呢可能有20%的人可能 仔细想想也愿意 不见得 那最后在这份杂志 他最后做了一个比较重要的结论 就是生命的价值呢 不在于长短 而在于精不精彩 其实我们常常觉得好像人生在世长寿 才活得有意义 活得有价值 那其实人的这一生 重要的不是你的年龄有多长 活得有多久 而是在于生命的价值 你是不是活得能够精彩 怎么样才能够活出精彩的人生呢 那在圣经里面 精彩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呢 我们常常觉得精彩的人生 就是有很多的钱 或者说我们有名利 有地位 我们有豪华的别墅 或者我们有美貌 美貌其实也是很短暂的 很快就过去了 或者说我们走过多少地方 哎呀 有很多人生的阅历 看过人生的很多的这个 很多地方的风景 看到很多的美景 那还有一句话说的什么 世界那么大 我想去看看 我们就觉得 这样的话的人生才活得精彩 但是真的这样的人生 是精彩的人生吗 曾经我们觉得来到美国 实现你的美国梦 就是人生的精彩了 那当你拿到了美国的公民 或者拿到了美国的绿卡 那个时候你的心情怎么样 就那么回事 是不是 我不知道 三十年前老移民 我们张长老 黄张老 你们当你们拿到美国公民的时候 感觉怎么样 当时感觉很精彩 是吧 这三十年走过来 现在还觉得怎么样 对 就这么回事 是不是 能看听听他们的心声 我们就知道了 是不是 就是就这么回事 那到底什么样的人生才是精彩的呢 我们常常去追求 或者说 我有可以美好的文凭 可以拿到一个博士 我们当中有 小七姐妹拿到了PhD 还不但拿到PhD 还PhD的博士后 她觉得怎么样 也是那么回事 小七呢 去主任学去了 她去志愿主任学去了 你看 那现在她为什么放下她的PhD了 她觉得那不精彩 是不是 你会发现 再高的学历 也不是让你觉得很精彩的 那到底精彩的人生是什么呢 那就是我们今天看这段经文 彼得前书的第二章四到第九节 那因为经文比较长 我就选了四节 选了一下 那主乃活时 固然是被人所弃的 却是被神所拣选 所宝贵的 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像活时 被建造成为灵工 做圣洁的祭司 借着耶稣基督奉献 奉献神所悦纳的灵迹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有君征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要叫你们宣扬那 招你们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这里面很多词真的是非常的好 是宝贵的 是不是 虽然被别人所弃 但是在神来看却是宝贵的 并且是尊贵的 是荣耀的 是圣洁的 是属神的 并且又是上帝的美德 这些词都是很美的 是不是 精彩不精彩 每个词都是很精彩的 是不是 那我们看到王长老 张长老他们 三十年前 他们可能觉得美国梦比较好 但他们真正认识神以后 发现那些都不精彩 精彩的是在神的家里面 为神摆上服侍神 这才是精彩的 那你会 刚才小七姐妹 也是一样 她放下她的PhD 到神学院里面读宣教 她从一个博士 去建为硕士 她去放下这一切 然后 不要服侍神 荣耀神 她看到那个 更精彩的价值 更重要的价值 我们会发现 圣经对这个精彩的概念 跟这个世界完全是不一样的 所以弟兄姐妹 今天凡坐在这里的 无论是在线上的 其实就表明你认同这个价值 就是人生服侍神 这就是人生最精彩的 最有意义的 最有价值的 当然有的时候呢 我们身处在这个时代 是非常不容易的 是非常不容易的 那特别 这几年的疫情 再加上战争 又再加上这个 全球的这个经济的衰退 现在各种的矛盾 越来越多 也有可能国家 为了转移矛盾 转移注意力 只能用战争去 那疏导人们的情绪 大概就是 让人们不要造反 不要再动不动游行 发现这个世界 越来越动荡不安 越来越多的人 好像蠢蠢欲动 似乎来一场战争 才比较爽 这是一个让我们觉得 非常 觉得非常不好的时代 我们可能会这样想 上次跟杰西姐 在聊的时候 很多 他也讲 他的很多的朋友 都搬离了洛杉矶 搬离了加州 现在这么很多的政策 越来越保护那些 那些非法的人员 就是说他到处就抢劫 950块钱的 也不用立案 这种非法的事情 越来越多 我们发现周围的环境 越来越不安 很多他们做生意 杰西姐也做生意的 还有长老也是做生意的 那些玻璃被 不知道被敲碎了几次了 是不是 这样的环境 很多人都想要搬离了 我觉得这个时代 真的是非常不好的一个时代 那圣经怎么看 当然我可以 先不讲圣经 先用一段话 就这个狄更斯 在双城记里面 形容的这个时代 他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这是一个智慧的时代 也是个愚蠢的时代 这是一个信任的时期 也是一个怀疑的时期 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 也是 这是一个黑暗的季节 这是希望之春 这是失望之冬 人们面前应有尽有 人们面前一无所有 人们正踏上天堂之路 人们正走向地狱之门 这就这个时代 这时代你会发现 好像是两极相反的感觉 都存在 当你看到这个时代 是一个最黑暗的时代 你觉得这个时代 是最没有盼望的时代 同时以神的眼光去看的时候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因为这是人们需要 耶稣的时代 人们需要福音的时代 所以说在圣经里面 特别在耶利米书 包括伊西结书告诉我们 他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心 他用除去我们的时心 给我们换上肉心 他要让他的灵 降在我们的身上 你会发现 虽然这个时代 的确是很多的困难 很多的不容易 人们也常常奔着这种 非常的物质的 这个时代的潮流去走 但是上帝 他对人存有希望 存有盼望 所以他让耶稣基督 拆遣到这个世界里面 所以说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说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知灭亡 反得永生 当你觉得 现在所处的时代 比以前差了 或者觉得这是一个 很差的时代 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我们以神的眼光 看这个时代 这是一个转机的时代 这是一个 有机会的时代 什么叫危机 危险中的转机 这个词其实 它是两个意思 也就是在越危险的状况里面 在越不好的环境里面 其实就有那个转机 那个转机 到底是什么呢 那不是你发财的转机 当然在国难当中 也会发战争财的人 比比皆是 不是要发财 而是什么呢 看到灵魂的需要 看到福音的需要 看到那个更精彩的 值得我们这一生当中 为之而百上的 其实就是 上帝给我们的信仰 因为我们发现 这个世界的一切 都在发生改变 没有事情是不变的 包括我们自己 是不是也在变 是不是 那我们 以前答应别人的事 有没有都完成了 有的没有 是不是 可能你都忘了 别人还记得 你忘了 那有的时候呢 家庆 经常提醒我 你现在是牧师了 不要轻易答应别人 你答应你忘了 你到时间 那别人没有忘 你跟这个人一个应许 给那个人一个应许 那一百个人 你记得住吗 千万不要轻易答应别人 但有的时候 自己心情一感动 一激动 一激动 好 这个事成了 好 那我就应许了 结果呢 一忙忘记了 有没有这种现象 是不是 有啊 真的是我们非常的有限 包括我自己 也是非常的有限 就的时候就想着 我拼命地去做 拼命地去做 努力地想 能够去帮助弟兄姐妹 或者是大家说的 我都能够放在心上 我就发现 我有的时候会忘 所以我最近 就会用一种 什么方法呢 就是马上去做 那比如说 昨天刚好 这个Sara姐 说他们想 买几个小篮子 那我马上去给你买 我就赶紧跑到 这个Daiso里面 当然没有买到满意的 但是我要行动嘛 我怕我忘了 因为人实在是有限的 我们实在是 非常的软弱 我们实在是不足 我们实在是不够 我们就是再厉害 你会发现 我们有倒的那一天 是不是 这个就是我们要承认 我们自己的不够 那我们怎么样 可以让我们的人生 可以精彩 我们看几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认识耶稣 那在第四节里面 那主乃活时 固然是被人所弃的 却是被神所拣选的 所宝贵的 我就不再多念了 那在这里面告诉我们 如果大家有周报的话 翻到周报的背面 这里面说到 耶稣是活时 那彼得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彼得在他的这个书卷里面 经常会跟石头是相关的 彼得多次提到石头 因为彼得的意思是什么 大家有没有知道彼得的意思 彼得的意思就是盘石的意思 或者称为小石头的意思 那曾经的彼得叫什么呢 叫西门 西门的意思呢 就是芦苇的意思 那彼得呢 以前是经常是飘来飘去 没有主见的一个人 你看他有的时候 没有主见 像芦苇一样 风吹动的芦苇 飘来飘去 没有自己的主见 那这个时候 耶稣当简选他的时候 跟他起名叫彼得 彼得就是盘石 不要飘来飘去 你要有定见 那结果彼得开始 真的有定见了 变得固执了 是不是 变得偏执了 真的是不认主 心开始硬了 但是当彼得真正圣灵降临的时候 他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坚定的 勇敢的门徒 那不再害怕 他的心是柔软的 但他在福音上面却是勇敢 我们看到彼得他的转化 他的改变 他起名 耶稣给他起名叫石头 当然有的时候 这个名字好像不太好听 是不是 如果给你起名叫石头 砖头 木头 大家喜欢这个名字吗 肯定不喜欢 是不是 石头砖头木头 哎呀 这个太不文雅了 要起就起一些 诗情画意的感觉 我记得 我们当中有那个 以前叫诗情姐妹 哇 她名字很美 是不是 应该要起这样的名字 但是耶稣给彼得起名叫石头 换句话来讲 磐石 那彼得他就慢慢慢慢明白 是什么意思 我本来是没有生命的 就像石头一样 没有生气 但他认识到耶稣就是活食 当他来到耶稣的面前 他也成为了活食 Amen 本来我们是没有生命的一群人 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 本来就是向着悖逆的道路上直奔 朝着那个黑暗的方向直走 然后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标 为了金钱 名利地位 一辈子赚取 最后还是两手空空 离开这个世界 但是彼得他深深地认识到 耶稣 他就是活食 虽然 在这个世界的眼光里面 他是被人所欺 没有看到耶稣 他是宝贝 但是彼得 因为他认识耶稣 他的眼光发生了改变 他说 在那些信的人来看 将人所欺的石头 已经成为了绑角的石头 并且 他就是磐石 你看对彼得来讲 当你真正认识耶稣的时候 你就看到耶稣就是宝贝 耶稣就是磐石 耶稣就是活食 那我们知道耶稣在地上 经历了很多 那他被人弃绝 曾经耶稣为他们一致的 赶鬼的 给他们饼吃的 四千人吃饱 五千人吃饱 这群人 曾经他们怎么样拥护 耶稣做王 当然有一天 他们也怎么样 说定他属家 还是同一批人 这批人 他们就像曾经的彼得一样 就像西门一样 叫芦苇 政治舆论往这边倒 他就往这边倒 政治舆论往那边倒 他就往那边倒 当耶稣 行好四千人 五千人吃饱的神迹 突然有一个人 拥戴他做国贵王 好 这个舆论就发生了 众人都开始逼耶稣做王 当有一天 当耶稣没有满足他们的愿望 走向耶路撒冷城 有人说要钉他十字架 这个政治的舆论 朝这个风向走的时候 你问 众人开始怎么做 钉他十字架 他们忘记曾经 耶稣对他们的恩典 他们的恩惠 难道这个众人是谁呢 就是当年的伊色列民吗 其实这个众人 就是今天的我们 我们是不是也是一样的 今天拥护这样 明天拥护那样 什么时候 我们可以在基督的面前 再也不会飘来飘去了 不再被各种异教之风 飘来飘去了 就像伊佛所说告诉我们 让我们长大成人 满有耶稣基督的神量 彼得他就看到 耶稣是活时 曾经他的人生是没有定向的 没有方向的 不知道往哪里去 一会儿受这个方向的影响 一会儿受那个方向的影响 跟着这个世代的风 永远不知道定向在哪里 今天风是这样的 明天风是那样的 那弟兄姐妹回想一下 是不是这样子 我们从疫情开始到现在 我们有没有跟着某种风 受某种风的山坡挑动 然后似乎觉得那是对的 然后最后发现 还是空的 有没有感受得到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 我们那个舆论 这个新闻也是多得不得了 我记得在疫情当中 突然很多的舆论说 金正恩死了 我也就信了 结果发现又没死 你看这个真的是 这个真的是让人不知道 到底我们真的觉得 别人说的真相就是真相吗 这个新闻上到处播报的 你认为你掌握的那个事实 就是真的事实吗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的东西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值得把握 今天有一个把握 就是可以来到神的眼前 就像刚才 麦可戴的事 不管这个世界怎么变 我们的主是永远不敢变 彼得他深深地认识到 主耶稣基督他就是活食 曾经的彼得也是一样 跟着风飘来飘去 当他真正认识耶稣以后 圣灵降临以后 他就完全地认识到 主耶稣就是活食 虽然这个世界淘汰他 这个世界定他的罪 但是在彼得来看 他就是宝贝 他是神眼中的宝贝 他是被神所拣选的 并且信他的人 必不至于羞愧 那我们如果信这世界上的东西 有一天会不会羞愧 当时我还真信了 这个金正恩死了 结果 然后最后我太太 说我的时候 我就很羞愧 你自己信了 你还跟别人讲了一下 一不小心还跟别人说了 探讨了一下 讨论了一下 有的时候我就 特别在这个疫情当中 那个新闻是铺垫开地的 一会这样说 一会那样说 在大陆更严重 因为你看那个新闻出来的 你不知道到底谁说的是真的 最后你都真的是迷失方向 不知道到底真相在哪里 我要告诉弟兄姐妹一个事 真相就在耶稣基督里面 就是来到他的面前 看到他就是宝贝 那在文艺复兴时期 有一块石头 这个石头高五米 重六吨 一个大理石 那当时有一个雕刻家 那发现这个石头呢 又薄又硬 雕刻了一下 也没有什么可发挥的空间 算了算了就放弃了 然后呢 又有一个雕刻家 然后想要去雕刻 结果发现又放弃了 最后这个石头 不得已 就放在了教堂的门口 甚至还拦着路 就变成了一个废石 40年没有人再动过这块石头 突然有一天 这个米太郎基罗来了 哇 他看到这个石头 非常的独特 哇 他是有灵魂的 他觉得这个石头 又按照他的石头 要量身定做 经过三年的时间 就是今天在这个 意大利那边的那个石头 就是大卫那个石像 哇 雕刻得非常的美 非常的漂亮 每年有120个万人 为了这个石头去参观 这就是活石的概念 被众人所欺的 甚至被有些雕刻家认为 他就是废石 但是在米开郎基罗的眼里 他就是宝贝 同样今天也是一样 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的人来看 他是废石 觉得他是没有意义的 钉他十字架的 但是在上帝的眼中 他就是活石 在那些信的人眼中 他也是活石 他是宝贝的 信靠他的人 一定不会羞愧 这就是像米开郎基罗一样 看到了这个眼光 看到了这个真相 那为什么在一佛所述告诉我们说 将那次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 让我们真知道他 那我们今天凡坐在这里 我们线上的 我们今天都是真愿意接受耶稣的人 看耶稣就是宝贝 因为天父看耶稣也是宝贝 为什么当耶稣受洗的时候 那就有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 虽然世界都弃绝耶稣 但是在天父来看 他就是神所爱 同样今天 那弟兄姐妹 耶稣基督他是活石 他也经历过被弃绝 他经历过背叛 经历过鞭打 经历过唾骂 经历过这个世界上一切的 这种忧患苦难 但是在神来看 他就是那位真正的比赛亚 在那些信的人来看 也是如此 同样也是 今天我们可以成为 耶稣的 这个 耶稣的门徒 我们把它称为活石二代 就是活像耶稣 我们要认识耶稣 我们要活像耶稣 说在这个第五节里面 其实这个第五节 这个你们来到神的面前 主的面前 这个在英文里面 其实在第四节就出现了 那不是在第五节才出现 但是我是想着说 用中文的这个顺序讲 其实我本来想着 我把这个来到主的面前 放在那个最前面 但是我想想还是放在这个部分 就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也可以成为活石 你觉得你的人生 没有希望 没有盼望吗 你觉得你的人生 就像曾经的彼得一样 飘来飘去吗 有的时候我们都觉得 我们自己这个人 怎么这个样子 有的时候我也这么想 一会儿听这个人说 一会儿听那个人说 最后发现我也错了不少 我都感觉 怎么自己这个人 怎么这个样子 有的时候在教会服侍也是如此 然后跟着风 突然来了一个幸福小赌 去听了三天 回来就觉得 哎呀 这个东西很好 然后过了几天 又听了一个什么东西 又很好 又回来 发现我到底要做什么 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到底要做什么 那我就在想 神要让我们做什么 教会有教会的风 世界有世界的风 所以有的时候 每一个教会都是上帝独特的 每一个教会 地方性教会 也是神特别拣选 他们教会所做的 不代表我们教会就要去做 神给我们教会的使命是什么 我那个时候 我就慢慢慢慢在神的面前 越来越祷告 越来越降服 我越来越明白 我也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成为活师 当然也可以回应神的护照 我们是被建道成灵宫 做圣洁的祭司 然后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我们不需要跟这个世界的风去走 我们本身身上呢 就带着耶稣基督的基因 就是DNA 我们在那个背面上面 我们有个副标题 就是活出天国的DNA 上次姚牧师也特别分享 关于这个神的DNA 那弟兄姐妹 我们身上有没有神的DNA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 当然也有很多不属神的东西 我们正在成长的路上 我们需要被对付 我们需要成长 我们需要改变 所以我们也是在 一步一步的在成长当中 那前几天 连续两个礼拜 我跟姚牧师都去跟 有一个牧师见面 就是钟牧师 我们觉得真的是 跟他在一起聊天 特别感动 特别还有 当然有很多话 我都很感动 有一句话 我就更感动的是 一句话是什么 什么是神的旨意 什么是神要让我们做的 我们常常觉得 神让我们做的 就是我坐在那里 拼命地祷告以后呢 就认为那是神让你做的 当然祷告没有错 他也说祷告没有错 其实 你要做一个决定 当你的心 要做这样决定的时候 你要做一个决定 跟你的心是相违背的决定 那就是神的旨意 我当时一听 哇 眼睛就明亮了 鼠灵的明亮了 为什么 他就分享 为什么我要做 跟我的心相违背 因为他说我的心 按照我的心的本相 他是不属神的 常常是自我中心的 常常为自己考虑和盘算的 说我每次做决定 我一定要跟我的心相违背 说当他教会虽然不大 他拼用了很多的传道人 如果按照他的心来说 他不愿拼 来了太多传道人 那不威胁到他的心水吗 是不是很现实的东西 是不是 多来几个人 那教会的奉献就那么多 那这样一分就没有了 但是他就要做一个决定 跟他的心相违背 他就要copy 这些传道人 他看着是好的宝贝的 甚至有些 他没有说要在他们教会 他只要他认识的那些神学生 他就寄一个支票给他们 不管你来不来 我就给你 很简单 他就做一个决定 就是跟他的心相违背 我听到他的这个分享 包括他教会 哇那么多的宝贝 正道的LTI的这个主任 都在他们教会委身 做传道 我一看哇那都是精兵强将 神国的精兵强将 那真的是神国的DNA 那我就 在分享 我在准备信息的时候 我都在想 我们的教会的DNA是什么 我们教会的DNA是什么 当然 我们教会的DNA 就是神国的DNA 神国的DNA 不管走到哪里 都是一样 那我们 我就简单说几个 那首先我觉得 我们教会的DNA 是要一个欢迎新人的定位 或许做的还不够 但是呢 我们朝这个方向走 欢迎新人 就新人来了 我们要热烈的欢迎 要热烈的邀请 那包括小组的组长 一定要多去邀请 只要有新人 赶紧盯着 然后 把他都 每个小组都把他邀请一遍 你看他觉得 每一个新人来的人 他会感觉 心情感觉怎么 哇 我这么受欢迎啊 是不是 他下次还会来 是不是 就DNA嘛 上帝是热烈欢迎 每一个人的 说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还没有动起来 我们那个DNA 在你的里面 叫显性基因 现在还叫显性基因 还没有表现出来 只要你是神的儿女 一定有 你觉得我不行 没事你试试看 那个显性基因 马上就显露出来了 只要你踏出那一步 你是神的儿女 只要踏出那一步 你一定会发现 你对人有热情 Amen 其实说真心的 如果按照我的个性来讲 我也不喜欢跟人打交道 我也不喜欢跟陌生人接触 我都觉得好像对陌生来讲 那是个我不能掌控的领域 我喜欢在我的舒适圈里面 然后按照我的逻辑 按照我的思维 我觉得很舒适 或者我认识的人 跟他们交往 当然我跟他们聊 都挺能聊得来的 但是我要去面对陌生的人 我觉得对我来讲 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这是我的本性 但是我要做一个决定 就是跟我的心相违背 那就是神的指 就是要跨出去 主动地去关心别人 主动地跟别人打招呼 主动地去拥抱别人 主动地去用神的爱去爱别人 你发现这个就是天国的DNA 那我又想了另外一个DNA 就是我们的教会要成为一个 对神学生大方的教会 为什么 因为很重要 他们都是天国要准备的 装备的人才 我们要愿意去服侍他们 为他们服务 然后让他们被培养起来 我们常常觉得 那我培养不来到我们教会怎么办 我要告诉弟兄姐妹 我自己也是一样 请问我是我们教会培养的吗 是不是 大家坦白地说 不是 是吧 那为什么 我们不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 去培养别人呢 不管他有天 在不在我们这里 他只要在神的国度里面 他在哪个地方去开疆拓土 为神服侍 那我们所做的 是不是上帝纪念 我们每一个神学生 包括我自己 这二十几年来 那不是我们凯旋门教会培养 但是呢 我们今天在这里服侍 就成为凯旋门教会的祝福 那多少的老师在我身上 花多少的精力 那当然我不在他们身边 那我们韩国老师培养我的 我没有跟着他去韩国 开拓教会 陪着他 然后成为他的同步 没有啊 那包括我们老家教会也是培养 我现在也没有在老家教会啊 那是不是说 老家教会对我的培养 包括那些曾经支持我的人 他们所做的是白费的呢 没有没有白费 没有 是不是 今天可以在凯旋门 成为凯旋门的教会的祝福 突然是一样 我们教会要成为这样的一个教会 有这样的天国的地位 可以更多的去祝福那些神学生 那些愿意真心服侍主的人 我们大力的支持他们 让他们被神所用 不管有天在不在我们这里 只要在神的国度 那就是最宝贝的 所以我们教会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呢 要成为一个遇到困难不退缩的教会 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时代是一个跟风的时代 那幸福的风 幸福小组的风 2018年挂在了洛杉矶 挂得很猛啊 很多教会就开始学习 但是很多教会也放弃了 弟兄姐妹 那同样 今天我们要做启发了 那我们希望这是一场风呢 还是一场真正愿意为之而付代价的 就像耶稣说你们打仗的时候 你没有预备好 一万兵能不能打别人两万兵 那你预备好了 那你就 换句话来讲 我们砸锅卖铁要干到底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决心 现在没人敢抗生 如果还没有这样的决心 那叫跟风啊 那叫跟风 那叫跟着潮流走 是不是神让我们真正做的 我们愿不愿意为这件事情 当然 那我也 我们跟几位长老 同工 包括姚牧师 还有一些弟兄姐妹一起参加 我们也是 一起学习了很久 我们发现目前来讲 启发就是传福音最好的力气 倘若弟兄姐妹 你觉得你能找一个更好的 那你来做 那我把启发放下来 倘若你没有更好的代替 那我们一起学习 一起研讨 往前走 倘若没有 倘若你觉得 哎呀 以撒牧师啊 我看到一个比启发 还要好的一个力气啊 那我告诉你 那太好了 我就需要这样的一个力气 那倘若你真的找到了 那我们跟着你学 然后我们研讨学习 最后研究 好 出发 传福音 这是上帝要给我们的大使 但是我们教会具体怎么做 当然我们要找一个最好的策略 我们认为最好 最合适的 倘若你觉得 真的是你找到一个更好的 那有天你告诉我 我们把启发稍微 跟他结合一下 改一改 改个名字都可以 可不可以 可以吗 是不是 我们不是一个跟风的教会 我们要成为一个 真的是愿意 为了神的国度 真的是砸锅卖铁 真的是也要干到底 只要这件事情决定了 我们就要有这种坚定 不要跟踪 那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呢 我们要成为一个突破界限的教会 什么叫突破界限呢 就是我们不要觉得我们这不行 那不行 我们这个也做不了 那个也做不了 那如果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那我们就等着主耶稣再来吧 退休 退到耶稣再来就行了 知道退休就好 不要限制你自己 为什么在这个伊赛亚书的 特别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放长我们的神 坚固我们的决策 还要特别描述一句话 我特别喜欢那几个字 就是不要限制 不要限制什么字 不要给我们下 套上一个界限 当然我们自己是不行 我们自己的确是不行 但是神的国度有没有界限 神的国度有没有能力 有 是不是 这就是神国的DNA 不要给你自己上个圈 我性格内向 我常常想一些负面的东西 我觉得我不行 我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当然我也是这样想 我曾经也是这么想 我总觉得我不行 我在服侍教会的这二十年当中 我以前一直都是喜欢跟着别人屁股后的 特别我在开拓教会的时候 我竟然还去找别的牧师过来 来带 我不想带 因为我一直觉得好像我做不了 我一直觉得我不行 但是我慢慢慢慢才发现 上帝拣选我们 虽然你可能 以前你是在家里排行老二也好 或者从来没有当过什么领袖一样 但是神的国度临到我们的时候 就是领袖 你就是神的宝贝 你就是那个独一无二 没有人能够代替 所以现在为什么我在教会当中很多事情 我敢去考 敢去迎接 承接那个挑战 不是我 我也做这个决定是跟我的心相违背的 我也喜欢老老实实的待着 太太平平的 人生不要遇到挫折和困难 我也喜欢这样呀 但是我们今天要做一个决定 跟我们的心相违背的挑战 突破你的界限 那最近我跟姚牧师两位长老 我们早上六点钟就起来祷告 那六点钟起来祷告 我四五点半就要起来 那按照我的心来说 我想不想这样 丁姐妹请问我想不想这样 我不想多睡一会儿吗 我不想多在被窝里 特别天又冷了 慢慢越来越冷了 那请问两位长老不想多睡会儿吗 那姚牧师不想多睡会儿吗 那我们是不是闲得无聊 不要大早上 其他时间不行吗 那我也是研究了 到底我们这个时间 每天大家很多事 这个时间大家一定没事 早上六点钟到八点钟或者七点半 我们一定是没事的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不用为这个事情烦恼了 每次我们要约以及聊 其实蛮复杂蛮麻烦的 最后我就想 为了我们的事情比较固定 那我做一个决定 跟我的心相违背的 就是五点半就起来 然后跟几位长老一起祷告 这就是我们突破我们的界限 那弟兄姐妹也是有事 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呢 教会有些聚会不愿意参加 你能不能做一个决定 跟你的心也是相违背的 我愿意来 那比如说祷告会 哎呀 在这个祷告会里面 有的时候没那么得着啊 每次祷告会就那几个套路 哎呀 唱完诗歌 哎呀 我想都说的说的出来了 唱完诗歌 然后分享一小段 最后我们小组小组 然后分开啊 我们祷告会也变过很多模式啊 以前的时候 我们是在这边赋谈 我们开始敬拜 敬拜完以后呢 我们开始祷告 祷告后我们也是分享 稍微分享一下 然后什么祷告题目 以前我记得我还给大家 特别做了一个 A4纸啊 而不是那个letter的那个纸 然后很多祷告题目写上去 我们照着这种做 哎 反正这个祷告会变来变去 模式也不同 不同的种类 是不是感觉已经腻了啊 已经腻了 有的时候我们就想着一下 教会也在想 怎么样让弟兄姐妹祷告会来 哎呀 想了很多方法 还是不来啊 这个什么原因 我想不是我们方法出了问题啊 我们也不需要跟风 我觉得不用换什么方法 简单就行 越简单越好 来就来不来 就说明是什么 我们不愿意做一个 跟我们的心相回备的决定 就是成为一个祷告的 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 按照我们的本性来讲 我们是不喜欢祷告 为什么 特别弟兄更不喜欢祷告 为什么 弟兄能力比较强嘛 很多事情能自己扛的 为什么非要去麻烦上帝呢 麻烦他老人家多不好意思啊 是不是 不用麻烦他老人家了 哎呀 我自己动手就行了嘛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 我劝弟兄举起圣洁的手 随处的祷告 越是不想祷告 越要祷告 越是不想来的聚会 你一定要来 为什么 因为这就是 做一个跟你的心相违背的决定 难道说教会的每一场聚会 做牧师的都想参加吗 别想问 是不是这样的 牧师都想参加 坦白讲 有的时候我也不想去啊 累得不得了 然后上午下午晚上 一天车轮站一样 没有停过 有些聚会我也不想去啊 为什么要去 做一个决定 跟你的心相违背 因为这是教会的团队 我们是一个教会 不是我一个人 我们要同心合一地往前走 或许有些聚会的确是 没有那么完善了 但是我们能不能 陪着我们的弟兄们 一起多走一里路 然后拐个弯也挺好 是不是 总比一个人单打独斗嘛 没有失败 怎么会有借鉴经验 重新出发 有的时候 教会一起陪着走那样弯路 也是对的 为什么 我们一起面对困难 面对挑战 在失败当中学习经验 学习成长 学习成熟 不要怕失败 看那个人 以撒就是你说的 你看你说做启发 你看到时间问题这么多 怎么这么 全是你搞的 是不是 没事啊 你做什么事情 没有事情啊 请问弟兄姐妹 如果 你要做一件事 会不会遇到麻烦 你现在要去考一个好的学校 然后去上大学 或者考一个好的学校 会不会有麻烦 有麻烦吗 是不是 现在说句实话 你坐在家里 啥也不做 我告诉你也有麻烦 说不定哪天地震就来了 是不是 说不定哪天山火烧到你家了 有没有麻烦 你就坐在那儿不动都有麻烦 更何况你还要行动的 是不是 你越到出门 越开车往外面转 那个出事故的概率 非常高的 坐在家里 车不要开 骑着自行车 或者走路 那最安全 难道说 你走在路上就安全了吗 你敢保证 你不去撞车 你敢保证 车不来撞你吗 你敢保证吗 那50% 你能不能保证 不能嘛 是不是 天国的DNA 就是要突破我们的界限 不要给自己有界限 因为我们是天国的DNA 那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呢 那我们是一个接地气的教会 就是不要天天讲的话 别人听不懂 你说的那个高深的学历 学问的东西 别人根本都听不懂 我们能不能像耶稣一样 道成肉身呢 我们还要让不信的人 跟我们道成肉身吗 让不信的人来适应我们吗 让他们非要听我们 听不懂的非常难受 忍着你吗 也就是我觉得不信的人 可能比我们还水 人家人坐在你面前 坐了一年呀 都听不懂 硬是忍耐认你们 这群基督徒还不改变 是不是 要接地气嘛 除了福音是不改变的 神的话语核心是不改变的 有些话是可以换这话方式说的嘛 是你不要动不动给他来一个 他都听不懂的天书一样 我们要成为一个接地气的教会 真的让别人觉得 哇 来到你教会 一下子就明白了 如果来到我们教会一年了 他还不明白 什么也听不懂 人家还能来一年 忍受我们 真的很不容易 是不是 大家换个角度去想一想 我们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呢 我们要成为一个就是 上次刚好看到Michael穿的那件衣服 就是老婆说的都是对的 对对对 那还有一句话就说 还有一件衣服是什么 老公是最棒 阿们 那当然我相信这都是天国的DNA 我这是列举了一些 还有很多很多 神的国度是没有限量的 当你真正越来越认识神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就是活食二代 你就是像耶稣的那个人 你就会发现你成为一个非常接地气的人 很多人都愿意跟你做朋友 跟你一起吃喝 耶稣在那个时代里面 突破那个时代的界限 他跟那些税吏 那些妓女在一起 跟他们一起吃喝 把福音传给他们 他说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 没有病的人 一人就不需要医生 没有病的人是不需要医生 所以说我们今天为什么需要耶稣 因为我们需要悔改 因为我们是病了的人 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改变 在神的面前悔改 我们看第三点 就是传扬耶稣 活食三代 上帝让我们成为那个 君尊的祭司 拣选的族类 圣洁的国度 属神的子别 上帝为什么要让我们成为 这么宝贝的呢 原因是因为 他希望我们把福音传出去 不要停留在这里 我们活向耶稣 我们也把耶稣福音传出去 让别人也能够成为耶稣的 那这是上帝拣选我们的目的 那并且说到什么呢 就是宣扬那朝你们出黑暗 奇妙光明着的美德 这个美德可以翻译 另外一个词可以代替叫神迹 其实我们今天从黑暗走向光明 真的是神迹 我们曾经是一个抑郁的人 我们曾经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 我们曾经是一个常常不为别人打算 只为自己打算的人 但是今天你为什么能够突破自己 这就是神迹啊 有的时候传福音不是用嘴巴 当你的福音朋友啊 身边的人 他看到你身边的感觉 那就是神迹 彼得他改变了 他本来是一个石头 是一个摇来摇去的芦苇 后面变成了一个刚硬的石头 但是上帝把他变成了火石 成为了一个被圣灵充满的 当他一次讲到五千人悔改 一次讲到三千人悔改 你会发现彼得的生命变得那么美 在彼得前书啊 彼得写书信的时候 是在尼路亡作王十七号 那个时候他把这个罗马的大火 嫁祸给基督徒 然后基督徒大招逼迫 彼得也是一样 如果大家看过那个暴君粉强路亡 可以看一下那个电影 彼得本来都已经离开罗马城 他就要走了 逃避这个逼迫 但是神说让他回去 最后彼得到定时的家 请问谁喜欢去面对苦难 还要到定时的家 但是彼得为什么勇敢地回去呢 他勇敢地面对苦难 他没有逃避苦难 说在彼得前说里面 彼得后说里面 一直讲到 为耶稣基督受了有福了 他没有说逃避苦难有福了 不要面对他 要面对他 要面对这个艰难 我以前的时候一直觉得 人生不如意的事情 要逃避才好 这是不是我们的本性 本性啊 包括婚姻当中的艰难 是不是要逃避 哎呀 最好夫妻不要吵架 觉得夫妻不吵架 那是最树林的 我要告诉弟兄姐妹 你要去勇敢面对那个吵架 那才是树林 为什么 你不要看这是不好的 这正好是沟通嘛 是不是 正是因为你们发生矛盾 去沟通 去面对他 靠着耶稣基督 我们彼此认罪 互相悔改 拥抱哭泣 流泪破碎 你的家庭就被重新建立 但是如果你逃避他 最后你就只能分道扬表 婚姻是如此 教会也是如此 我们跟孩子的亲子关系也是如此 不要觉得孩子给你顶嘴是坏事 我们要看到我们曾经也跟上帝顶罪 我们曾经也跟我们的父母顶罪 为什么你不能接纳包容别人 我们本来就是个罪人 突然现在变成圣人了 是不是 就觉得自己真的被别人属灵 被别人好 被别人爱住了 就觉得看不惯别人了 我们曾经不是像他们一样吗 也是在那种沉沦当中 败坏当中 无知当中 做了很多错误的事情 但是今天 上帝改变了 如果我们还看不上别人 总是不能包容别人 我只能说你还没有被改变 还是坚硬的石头壁的 怎么样后面变成一个活石 怎么样成为活石三代 就是阿福音传统群 其实我们的生命的改变 就是那个美好的见证 当然启发我们后面会讲 这是我 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说了 这是我们在2009年的时候 我们做的跟启发比较类似的 叫kick party 那时候我们的团队在南京做的 那当时的我一些场景 这些照片我还都有 还有很多 我只能放几张 给大家稍微过过眼 过过眼 待会我们padeo的时候 我们可以多分享 多交流 可以怎么样教会一起去传统 怎么样可以成为 成为可以建立活石三代的 我们是活石二代 我们怎样开始 让活石三代也能够起来 让他们我们自己像耶稣 让别人也能够像耶稣 那在这里面的 有些弟兄姐妹 特别好几次 这是第一次kick party 第二次kick party 里面有好几位 一个叫孙无穷 一个叫做孙小苗 还有一个叫做什么 叫吴基峰 好像还有一些 一个什么 之前还有一个叫张照成 这都是我们带的 还有一个叫 一个叫小燕姐妹 她今天来到美国 前一两年还跟我联络 这就是当年我们 做启发的时候 带的那屁股 今天他们还在叫我 热心服食 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成为同工了 我没有特别去追问 他们委身在一个教会 踏踏实实的 前段时间刚刚有个张弟兄 他还问我 一撒我想上神学 这就是我们在南京遇到他 透过kick party 跟他建立关系 他最后成为 开始有很多开始 愿意读神学 愿意奉献 我们真的是说 这是神做成的 我们也算不得神 那个时候我跟 我们几个弟兄姐妹 我们几个同工 天天吵吵闹闹的 这批门徒还能起来 你看我们吵吵闹闹的 他们还成为门徒了 吵闹闹闹也是好的呀 因为我们生命在成长的会儿 是不是 我们当时 20岁 22岁的几个年轻小伙子 谁也不服谁 然后动不动都冲突 动不动都吵架伴嘴 就这样 很多弟兄姐妹还起来了 这个教会今天有100多人 还有张照片没找到 下次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有100多人 南京恩西教会 全是年轻人 你发现上帝就使用我们的不完整 你不要觉得说我到完全了才被神 那没有那天 没有那天 没有人是完全 所以说我们都是活食 那在最后的时候 我用一个小故事 就讲到有一个孤儿 他特别的悲观 好不好 我们请敬拜团的人上来 他非常的悲观 他觉得我是一个没有人爱的孩子 他在孤儿院里面 常常跟周围的同学老师 他都说 他觉得我是一个没人爱的 我这个人不行 我这个人生活着有什么意思呢 然后这个院长就给他一块石头 他说你明天 然后去市场上去卖 但是记住呢 别人出再多的钱 你也不要卖 然后他就 第二天就去了市场 哇 竟然这个石头不起眼 他看不上的石头 竟然别人出很高的价格 要买这个石头 但是他院长嘱咐他不要卖 然后第二天 然后院长就告诉他 你去这个黄金市场去卖一卖 结果他就去了黄金市场 拿了这个石头 竟然比第一天高十倍的价格 然后呢 他又没有卖 第二天 他又回到院长办公室 院长又告诉他说 你明天 把这个石头带到 这个保湿市场里面去卖 然后他就把这个 带到保湿市场去卖 结果比前一天 又高了十倍 哇 他怎么 这块石头怎么值这么值钱 然后这个男孩呢 他也没有卖 他就回去呢 他就把这个石头还给你笑着 那这个故事什么意思呢 可能你觉得你不好 你觉得你不行 你觉得你很卑微 你很渺小 你很没有价值 但是今天上帝爱你 你就是上帝心中的宝石 掌上的明珠 或许你觉得自己是不行 我也不好 我也没有能力 我也不够 我也没有读过神学 没有关系 但上帝看你 你宝贝 好不好 我们一起起立 本来是一群 没有生命的石头 本来在这个地上活着 是没有指望 没有盼望 本来就是注定 要走向灭亡的一群人 主啊你今天 你成为那个活石 你把你自己分享给我 你拆起来你的爱子 耶稣基督 来到这个世界上面 来拯救我们的生命 主啊让我们今天 可以成为你的样式 主啊虽然我们不好 我们渺小的卑微 我们有很多的问题 真的就像依赛亚所说的 祸宅我灭亡了 我是嘴唇不解的人 又住在嘴唇不解的民众 主啊求你用你的炭火 来接近我们 主啊你却看上我们这群 本来该死该灭亡的群人 你看我们不会保费 你看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君臣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百姓 是你自己的产业 主啊你今天爱我们 因此我们的生命 会活得不再一样 主啊今天你透过这段经文 来鼓励我们 让我们的人生 活出不再一样的人生 活出一个精彩的人生 主啊我们不需要做什么事 来证明我们的人生是精彩的 因为我们成为你的儿女 我们已经是精彩的人生了 我们不需要努力 我们不需要靠自己 主啊你已经把那个精彩的生命 赐给我们了 主啊我们只要活出你 天国的DNA就够了 真的是把你的形象 把我们从黑暗 如奇妙光明这样的一个神迹 能够活在别人的生命当中 活给我们周围的家人看 我们身边的朋友看 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看 还有那些福音朋友看 让他们看到我们的生命的时候 就看到这是上帝的神迹 我们本来是刚硬的人 我们是没有爱心的人 我们常常自我中心的人 但是今天我们要做一个决定 就是常常做一个决定 跟我们的心是相违背的 主啊这就是你的旨意 让我不断地对付我们的自我中心 不断地向老我死去 使我们的心的生命能够活过来 真正像保罗所说的 就这个世界而论 我们已经定在十字架上面 就我们而论 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面了 主啊让我们跟这个 对我的生命 老我的生命 能够一刀两断 让我们真的是愿意为福音付代价 为你的国度而摆上 主啊这是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明 Amen